好 那我们学过了这些基本单位之后 而且我们学过SI字的单位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单位 大家知道毕竟在SI字这19多少年制定之前呢 我们生活早就有质量啦 早就有长度啦 早就有距离啦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以前呢 就已经开始要用一些单位来做沟通 那比如说在台湾或在美国 或在很多不同地方呢 不同地区就会有不同地区常用的单位 那我们来了解一些生活中常用的单位 比如说呢 我们会在吃牛排的时候说几盎司的牛排 比如说一般来讲我们会吃12盎司的牛排 那1盎司的牛排呢 1盎司呢差不多是28.53公克 OK 所以呢 其实12盎司也还好 大概是几百公克嘛 吃下去的话应该不至于太撑啦 好 那加伦呢是这个体积的单位呢 差不多是3.79公升 所以国外加油呢是用加伦来算的 那再来这个里也很有趣 1英里呢是等于1.61公里 国外的这个车子啊 他们的时速表上面呢 是用英里每小时几英里的那种时速呢 来做计算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到国外开车的话 可能会不太习惯 当你如果开到100的时候 其实代表什么 不是代表你是每小时开100公里哦 当你飙到100的时候 其实是代表你每小时在开161公里 所以呢要搞清楚你在开的是什么车啦 那在国外还有一个常见的呢 是马0.91公尺 这个东西啊 观伦学长呢之前曾经有用过 如果因为观伦学长当兵的时候是在海军 如果呢你是在港区里面呢 航行的时候要出港的时候呢 我们的舰手就是船的前面 跟舰尾就是船的尾巴的地方呢 都要有人在那边观测 观测什么呢 就是我们离旁边的 比如说港边啊 或者是港里面的小船啊 距离多少 我们都会用几码 比如说方位18洞 就是距离正后方呢 是这个200码 哇那就代表很近了 这个时候船如果他在巴库 他在倒车的话呢 就要非常小心 就应该要停下来了 或者是准备往前 好那一海里的话呢 这个也是呢 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比较会用到的 它是等于1.852公里 那我们通常呢 很rough的很粗略的呢 可以讲说一海里差不多啦 约略等于两公里 但是当然不是嘛 是1.852 只是说取个大概的时候 你可以用两公里 那我们呢平常讲的 这个台湾讲的一尺呢 一台尺呢是30.3公分 可是各位如果你有在看NBA 像这个O'Neill的话呢 你就会知道说 诶他们也是讲几尺几寸 但是他们的尺呢是英尺 英尺跟台尺呢 诶抱歉还真的不一样 但是差一点点而已 一英尺差不多是30.48公分 好那一英尺呢 是差不多这个 呃一英尺是12寸 那一英寸呢 是2.54公分 这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我们以前一般会讲说 一英寸大概是3公分啦 不过其实呢 跟3公分的距离也有点差别 是2.54而已 好那一甲呢 是讲到地楼地的面积 差不多是2934平 可是我们真正SI字里面 会用到的单位是什么 公尺的平方嘛 所以是平方公尺 那一平是几平方公尺呢 嘿这数字可以有点概念 差不多是3.3平方公尺 好那当我们讲到钻戒的时候呢 就会用克拉 那显然钻戒不是很大嘛 它是比较小的 所以一克拉呢 其实真的很小 才0.2不是公斤哦 是0.2公克而已 好所以你看花一大把 几万块几万块的钱 甚至几十万几百万的钱 去买小小几克拉的这个钻戒 要这个男生结婚前要存够啦 好那一英镑呢则是这个0.45 0.45公斤 好 那为什么官员学长要摆这两张图在这里呢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 非常大的一个牛排 有没有仔细看到这里 这整个是牛排耶 不要怀疑这里是牛排 官员学长刚刚说我们一般呢 去这个饭店呢 好去高级的西餐厅呢 你吃这个牛排可能是吃这个12盎司 或者是呢 厉害一点了不起吃18盎司 不然呢 真的你肚子很饿 你点到24盎司 都可以 24盎司 可是这个 已经 还吃的真的是蛮饱的了 可是呢 你知道这个 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这个牛排 就是单份最大的牛排是几盎司吗 让我来告诉你 答案呢 是150盎司 OZ就是盎司的意思 150盎司是多少呢 150去乘以28.53 我告诉你 算出来啊 是4279.5公克耶 什么意思 你吃了将近4公斤 这是将近4公斤的牛排耶 意思是说 你吃完这一餐 你就直接胖超过4公斤 如果你没有拉屎的话 对不起 这个词汇不好 如果你没有排便的话 所以呢 这个牛排啊 平常我们不会用几公斤几公斤讲 这听起来很奇怪 因为OZ 比较精致的单位嘛 那你讲说200公克300公克 听起来也怂怂的 对不对 所以是用OZ 只是说呢 这个最大的牛排呢 你也可以大概有一个印象跟概念 那像是 在美国呢 他们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篮球联盟 就是NBA嘛 对不对 NBA 好 那这个人呢 是谁 这是O'Neill O'Neill 非常有名 他其实 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奥兰多魔术队 那后来呢 到了洛杉矶湖人队呢 以后呢 拿了三个冠军 然后又到了这个迈阿密热火队呢 再拿了一个冠军 所以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壮 又厉害的中锋 那但是 我们在说篮球员很高啊 很壮的时候 在台湾我们是用几公分啊 几公斤啊 可是在国外 他们不是耶 他们讲的是说呢 他是O'Neill呢 那我们把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呢 告诉你 他的身高呢 是七尺一寸 那他的体重呢 他的体重呢 是差不多这个325英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点没有概念 七尺一寸到底是什么啊 325英镑又是什么东西呢 当然啦 如果你常常有在看篮球的话呢 你大概就会知道 七尺差不多是213公分 所以再加个2.54 差不多是216公分啦 那所以呢 请各位 反正你就很简单的 有一个概念嘛 就七尺你就乖乖的七拿来乘以30.48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寸再加上2.54 所以没有错 O'Neill身高呢 差不多是216公分 OK 那体重呢 325 差不多乘以0.45的话呢 约略呢 是147公斤 好 写出来了以后 你有没有发现 你在面对一个巨人啊 好可怕 我们平常呢 看这个就比较感觉 216公分多高啊 如果你是一个 166公分高的女孩 已经算是蛮高的咯 可是O'Neill比你高50公分耶 你可能直到她的这个 肌肉线条 这个肩膀不到的地方 她的体重147公斤 哇 如果你是窈窕淑女 你可能才50公斤的话 对不对 她应该是 你三倍的重量耶 哇 那个三个你才能够抵一个她 所以呢 这些单位会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常常会用不同的单位 所以如果我们出国的时候 你就要去搞清楚 那个国家 那个地区 再用什么样的单位 这样子 你才比较知道 怎么样跟别人沟通哦 那对不辣椒 最后 low辣椒